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王先生的音響系统 包括13部抗音机 同一个时间开动 总输出音量 比普通机大50倍 它有120只喇叭 同一个时间出声 分别负责播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王先生说 越多喇叭又越好声 她的唱盘300磅那么重 王先生说唱盘越重 避震就越好 播出来的声音就越好 这首歌要不喜欢听 挺好听 我听到有低音提琴和港琴 这首歌的声音提琴 它一路铸的时候 那些弦线是一路这样震 而且越铸就越低 一路潜下去 潜到你觉得 哇 真是好听了 黄先生自认是个音响奴隶 发色油的世界与众不同 他们会不惜一切 追求最完美的音响 我又搞什么呀 刚刚收到这些正胆 完全不同味道 科技本来一日千里 现代的音响器材 大多数采用原子粒 来做电子零件 不过发烧油 就偏偏忠诚于原子粒的前身 真空管 通常叫做胆 他们认为胆机所播出来的声 好过原子粒机 这声又甜又滑 而不同牌子的胆 又有不同的声 于是换完又换 还要用个胶圈固住胆 听说好腥一点 那它可以防止 那个灯胆本身是鞋振 声低很漂亮 这个胆子很漂亮 不错 那些音乐感很丰富 那种演奏很好的心机 不错 不错 这东西挺棒的 不过好像左右有点不太厉害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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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两个同一间厂做的胆 没什么分别 不过他们就认为 左胆 掉右胆 前胆 换后胆 声都会不同 好声 好声 对啊 将两个左右声道的灯胆换转了 那它就 平衡好 好吗 阴障也好 那什么时候不灯胆啊 那等有新东西来又换的啦 对啊 为什么你会发烧起上来的呢 就这样 就是我本人呢 都很喜欢听音乐 那我又去听现场 但是你当你听现场那个时间呢 你未必是那么对 好像你说乐队呀 曲目呀 指挥呀 就是未必那么合理想 但是我在家听就不一样 我喜欢听贝多芬 就是贝多芬 我喜欢听莫扎特 随时就听莫扎特 那我一眉上眼 立刻整队乐队 百多人在前面 那你哪有得弹呢 那其实你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时间 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值得啊 那你百多人的乐团 叫起手到就到了 那也不值得 音响发烧油 相信音响系统每一个部分 都对声音有影响 音响器材制造商 最同意这一点的了 所以生产不同级数的音响附件 好似说 这些音响度电插 价钱由几十元一粒 贵到百多二百元 三百元一粒都有 有似这些导电线 作用用来导电 不过发烧油就认为 会影响音色 价钱由几十元一公尺 贵到四百三十元一公尺 还没算是最贵 市面上虽然有很高级的导电线 但是仍然不可以满足马瑞能的要求 他认为大公司生产的导电线 会影响到那些音乐 没有感情 我好难买到一队有感情的 市面或者可能会有 或者我而是找不到 我所买到一般的线 它们是很有音乐感 快没感情 是缺费了感情 既然不满意 马瑞能就自己亲手做线 所以人家又叫做线黄马 他去买一些电脑专用的电线 用放大镜看一下金属本身表面的光滑度 他说只要看一下电线表面 就可以知道线有没有感情的了 由于我类类的经验 我会知道这道线是出那种声音 是会达到有感情出来的 就这样看都看到线有哪一类的感情 是 现在这道线是会有感情出来的 请u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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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令到播出來的聲音最有立體感 定位裡有這樣的美語, 受之無愧 看見它左度右度 一分一毫的差別都不能夠容忍 就知道它對自己的音響有嚴格的要求 李先生, 你現在搏來搏去, 和剛才有什麼分別呢? 當然有分別, 現場效果, 現場感好很多 那個小提琴現在是中間偏左, 站了出來 我們可以見到那個演奏者 不單止見到, 直接可以摸到 這個鋼琴就在右邊, 離開十尺 為什麼你會猜是離開十尺呢? 因為你聽到的嘛, 它靈靈射射深了 有個距離在那裡 是後過這個小提琴, 成十尺位 你剛才說可以摸到, 怎樣摸到呢? 有沒有說摸著鋼琴, 都覺得鋼琴很光滑? 那就誇張一點 好笑 定位你發燒得來, 好有恆心 其他發燒友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好 就只是懂得換機 而定位你就努力去寫音響日記 決意要找出靚聲的秘訣 結果經過多年來的參考對照之後 他終於都找到了 多數靚聲的時間都是禮拜日 而禮拜日靚聲的機會多很多 尤其是在五點後中 這件事的原因我現在都還在尋找 未能夠完全證實 我懷疑可能跟電有關係 怎樣有關係呢? 可能是電源裏面的噪音比較少 禮拜日因為工廠休息, 很多工廠休息 所以電的純度比較好 發燒友其實是一種充滿自信的人 有時甚至是自以為是 他們深信自己可以分辨到連電腦 都測不到聲音上的分別 高考良玩音響三十五年 發燒圈裡面的人 專稱他做教父高 他有徒弟十幾人 每一次音響都要他鑑定一番 教父高這麼厲害 是因為他對耳 可以在不同大氣壓力之下 聽到不同的聲音 教父高, 今天的聲音好不好呢? 按照我看今天的聲音應該好 為甚麼呢? 因為以經驗來說 在熱天的時候 755度的氣壓至到760度 都是頗理想的 如果它穩定的時候 其實大氣壓力跟好不好聲有甚麼關係呢? 這個呢 最初你就是貧聽覺 是得回來 但是貧聽覺之後 漸漸你又積早一個經驗 就知道氣壓在哪裏 就大了一些聲音會是怎樣 就是這樣 其實站在一般人的角度 總是不明白 為甚麼那些發燒友對音響要這麼固執 這麼堅持 這個很簡單 因為音響跟現場實際是有一段距離 因為你現場是這麼大的音響廳 家裡最多是兩三百尺 如果你要把一隊這麼大的樂隊 擠到家裡 一定是擠不下的 所以在家裡聽是一種假的聲音 但是每個人都希望盡量接近現場 所以就是一直追下去 好, 幫我管你 好, 慢慢 黃先生, 怎麼樣 打算是給我還是換機 換東西吧 換東西, 隨便呢 隨便參觀一下 音響發燒友 是一種永遠都不滿足的人 只要知道有哪些器材 好過自己的 就會花錢去買 於是音響器材二手譜 就應運而生了 好像阿全 玩了這個唱盤只有三個月 又開始不滿意 搬來二手譜賣 同時看看有沒有更加高級的唱盤 幾千元 幾千元 這樣吧 你一個盤就收回四千元 這個算你一萬元 這樣 下賣頂 二手譜的行規就是 將賣出的器材八折收回 如果是換機 就八五折收回 發燒友想升級 就補錢換部更加高級的 發燒友拿回來二手譜的器材 很快就會被一些初級的發燒友看中 二手譜的生意 就是這樣貨而輪轉的了 發燒友不斷追求完美的心態 令到玩音響成為一項幾花錢的玩意 好像馮偉國的唱頭 一手就要六千元 唱盤三萬 二手的抗音機總共要四萬元 喇叭系統要六萬元 這些所謂發燒線的導電線 差不多二百元一尺 馮偉國目前一共有大約價值三萬元的發燒線 馮偉國發燒得很嚴重 甚至搬屋都是為了要有一間發燒房 現在這間發燒房其實包括兩間睡房 一個廁所和一條走廊 為了不受外來聲音干擾 它封了所有窗 初時那些警衛 還以為它在裡面製毒 這間房一共裝修了十萬元 裝修完不適聲的時候 馮偉國的心情緊張得好像她太太生寶寶 好緊張 差不多跟第一個兒子出生的心情差不多 在等著她出生 看到她的樣子的時間 兩隻眼三隻鼻 自己花那麼多時間 用心思教這間房 當然希望比以前的聲音改善很多 所以一開聲的時間 我選擇背多分 第五 明雲 看看自己的明雲如何 結果明雲都算不錯 有些發燒友不斷換機 以求改善音色 亦都有小部分的發燒友 利用現有設備加以改良 徐偉強是改機能手 朋友叫他做機王 他成名之處在於 他可以把不好聲的機 改到好聲 他現在正在改的 是一部舊的抗音機 價錢一千五百元左右 阿強說改完之後的音色 足以給你一萬五千元的器材 不過聽過就知道 Ain't got no troubles in my life No foolish dreams to make me cry I'm never frightened or worried I know I'll always get by 如果你問發燒友為何這麼狂熱 他們會答說為了聽音樂 但實際上 音響將三種嗜好合而為一 除了聽音樂之外 還包括玩器材和講音 我看我家裡的聽 就覺得和這裡比較 這個聲音稍為柔和了些 不過JB的聲音發揮不了 不知為何發燒友都是男人多 他們除了很多時候 去了人家那裡鬥雞之外 就算在家裡 他都會關在自己的天地裏 冷落家人 爸爸回來了 回來了 喂慢慢 吃飯沒有 喂 喂 喂 又聽音樂嗎 唉 又聽音樂 好像胡細江 每天下班之後 勵必走進發燒房 消磨上四五個小時 那個套房本來是用來睡覺的 結果就被他用來做發燒房 胡細江說這間房間面積夠大 其實胡太太 你丈夫玩音響 玩到怎麼狂熱發呢 他啊 看他 有時常常 例如火空空回來 這次他在房間 一直聽聽聽 聽到 進去叫他都不知道時間 他有時叫我 你弄個鐘在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有部新機回來 就更亂 他經常搏機 又試音 又換膽 又會搞到兩點 這樣 雖然胡太太有時會埋怨丈夫太過狂熱 不過他仍然覺得丈夫的嗜好 有好的一面 那… 好過他出去去應酬 或者不知去了哪兒 或者去拍照又拍一下拍一下 拿景又不知去了哪兒 但是如果他在家聽HIFI 那我女兒又喜歡 那很多時候就變成可以一起聽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丈夫愛你多點 還是愛我的音響多點 我說妾氏 她是證實 常常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當太太不喜歡音響 迷想音響的丈夫也挺難受 陳文發是一個發燒得不痛快的丈夫 他太太認為 那些音響器材太大 太阻定 不讓她放在廳 陳文發唯有每次聽音響 都將器材由房間推出廳 每次都搞到身水身汗 陳先生現在一星期 只有星期六下就可以發下燒 因為她太太那段時間 翻了梁家 晚上她太太回來之前 她要收檔 等下一個禮拜六 我們訪問陳文發的時候 她說她不是怕老婆 不過當我們問她 有沒有將器材的價錢 說給太太知道 她就說提都不夠膽提 根據發燒圈裡面的人所說 怕老婆是發燒有一個特色 為甚麼他們這麼怕老婆呢 因為女人和男人的價值觀不同 因為女人覺得 你花了一萬二萬 或者幾萬元以上的錢 來買hi-fi 她們覺得好像很不保值 但通常那些女人會覺得 錢應該放在銀行 收一下息 還比較穩陣 所以就反對老公玩hi-fi 對啦 認為那些錢這樣扔出去 就沒有價值 她們又想發燒 又不想太太知道那些 有多少價錢 她們通常是怎樣做法的 通常是這樣的 譬如她買一件東西 通常約我們的送貨時間 都是追求太太離開家 還有選擇一些貨品 跟以前玩樂的差不多 太太回來就不多覺了 譬如買一萬 有些人開放回家 她最多只是貨一千 那其實你們不可以忍受一下 少少 即是沒有那麼好的嗎 哦 那這個是各人的理想問題 有人可以得聽 我不行 即是如果現在給你一套 即是三千元的套裝機 你聽你會怎樣 我都沒有什麼反應的了 即是你小小聲沒所謂 就不要吵人 我絕對不聽了 我寧願不聽hifi 因為便宜的hifi 即是聽到頭都痛了 沉迷音響是一個無底深探 很多發燒友已經燒到無藥可救 擁有一百二十個喇叭的黃先生 仍然感到不快樂 他剛剛又添置了新的器材 他打算再加多八個喇叭 令到中音更加豐滿 這個就是發燒友的瘋狂世界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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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賞 好可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